我也愿意再次重申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变制裁 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 只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困难 进一步加剧分裂和对抗 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欧关系时 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权益 中国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精神 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